隨時有空就是把你的Eclipse打開 我覺得Eclipse的好處是它管理非常方便 你看我們之前寫過的東西都在這邊 都會列出來 那如果你要新增專案也非常簡單 比如按右鍵Source下面按New一個Module 它就馬上可以寫程式 RUN我覺得蠻OK的 而且Debug至少當然如果Debug跟VBA比 感覺還是有差啦 不過至少 在沒有辦法Debug前它已經算很優越了 已經算不錯了 很多地方其實Eclipse來除錯 真的可以找到很多本來我找不到問題的點 因為有時候你一RUN奇怪怎麼跟我原來想的 或者RUN出來就不對 所以有時候我會怎麼樣射中斷點 Check那個地方的變數有沒有出錯 有時候馬上可以問題就出來了 所以有些時候越複雜的程式 還真的又需要出錯模式 因為我們現在的程式還算簡單 所以 暫時還比較沒有感覺 所以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下一題的話請各位看一下這邊有一題 雲端接下來的話 就是看一下雲端白板裡面的第五個單元 那我們分別就是 來看那個List OK然後Dictionary 跟檔案 檔案處理的話基本上就是 非常簡單 要怎麼開檔 要怎麼寫檔過去 可以讀也可以寫 OK 可以讀進來喔可以寫出去 那以前光檔案處理的時候 如果用VBA或者用Java 其實很麻煩 但是用Python真的太簡單了 可以啊 可是這個更簡單喔 這個更簡單 程式可能兩三行就搞定了 而且沒有太特別的東西 只要你注意一下那個編碼方式 可能編碼方式是 一般都是UTF8 微軟的就是CP950 大概就這樣而已 其他沒什麼差別 沒有太特殊的 那待會我們會舉例 這個講完之後就是資料庫 資料庫要做什麼 就是你將來 我們在後面 把網路上資料抓下來 可是抓下來你要有地方放嗎 他放哪裡 不就放檔案 你可以把它變TST 或者變CSV 我再來就直接放資料庫 所以資料庫裡面 的處理 特別需要 你用SEQL語言溝通 那你至少要學會第一個新增 資料庫 新增資料表 再新增欄位 有沒有比如說我有 五個欄位的資料 那我就加五個欄位 然後再來就用SEQL SEQL語言 跟SEQL内溝通 那跟他講說我要Insert into 哪些欄位 Values 放什麼東西 那就分別把資料丟到資料庫裡面去 這個我想我們後面 會逐步跟各位做說明 資料庫最重要就是第一個新增資料 第二個把它查出來 這感覺有點像 我寫檔案進去 我把它讀出來 其實也差不多啦 只是說資料庫能做的事情一定比檔案更多 比如說你可以下一些條件 那個會有哪個欄位like 比如文字你可以用搜尋 做查詢系統 那這個部分的話或者做統計資料 報表分析之類的 其實檔案資料庫一定比較優秀 所以打開之後的話 第一個 我們來看一下第一個範例 首先第一個範例呢 我希望做到什麼呢 當然你在做範例之前 大概了解一下 就是 在list裡面有哪一些比較重要的 比如說這些 常用到的 像哪一些呢 像L1N L1N就是算這個list裡面有幾個 它會告訴你幾個嘛 最大最小這樣比較少用 index是第幾個 不過另外還有一個 用法就list 刮斧哪一個 你可以刮斧零就是抓第一個 刮斧一就抓第二個 另外append append其實蠻常用的 append的話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把資料丟到裡面去 不過特別注意喔 我這個list的意義 我必須要先等於空的 先建一個空的list給他 那list一定是 中瓜糊 中瓜糊才能 寫資料進去 你不要用小瓜糊 小瓜糊變triple triple是唯讀的 只能讀不能寫 他的概念跟list差不多啦 不過我覺得那個triple用到太少 你就知道list就好了 反正兩者差別只是 list是可讀可寫 triple是可讀不能寫 那我乾脆用list就好了啊 我幹嘛多寄一個東西啊 OK所以 append就是說 我今天可以開一個空的list 第一步 第二步的話我可以用append把資料放到list裡面去 一個一個的放進去 OK 再把它讀出來 所以後面的話我們會有一個 這個 練習題 這練習題就是做什麼呢 就是做 輸入成績 輸入成績 不過你會發現 這個時候反而導致比較懷念起VBA了 為什麼因為VBA直接打開 Excel就可以直接儲存資料了 有沒有你反正就放在sales 一列 第二列第三列的往下 A欄 可是問題 Python就 沒那麼好 沒那麼方便 為什麼因為他沒有 Excel可以放 那怎麼辦 你就自己要 去建一個list 而且 Excel還看得到 Python 是看不到 所以變成 我覺得比起來 當然VBA 是比較 video的 就是看得到 Python是 你要去 想像 不過概念是差不多啦 OK 也就是說這個list 其實在做什麼 1 你變成你要想像 所以這個 Python比較需要想像力 那Excel比較看得到啦 1你要先建一個空的list OK 2的話用append把這個資料 放到裡面去 他就放一個 第2個再填 他就放第2個 第3個再放進去 他就一個一個append 看到-1就跳離 資料都在記憶體裡面 最後呢你要把這些資料怎麼樣 用LEN 算出他有幾個學生的成績 有沒有 剛剛不是用LEN對不對 那最後的話呢 再跑個回圈 把這裡面的所有成績 加總 然後再平均 那平均要到小數點的第2位 這個該 知道我在做什麼 只是說要怎麼做喔 那我demo一下給各位看 如果用list 其實答案就是在這 我們先不要看 我們來看一下demo 執行的話 OK第1個 請輸入第1個成績 我輸入隨便 85分 這邊96分 然後 87分 好 最後一個成績我假如不要 -1 跳離了 Enter 我希望看到是這樣 我輸入幾個學生 3個 總成績 平均 OK 那我剛剛講了幾個觀念 其實都在這裡面 1 你需要先建一個空的list 怎麼建呢 OK 其實非常簡單喔 1 空的list OK 這樣建喔 這個意思就是說 所以我說這個 在Python裡面 需要一個想像力 在issail是直接就 就有了 都幫你畫好了 那 第一個 他要建一個空的list 裡面沒有東西 第二個我要做什麼 接下來我空的list 接下來我要讓他 不斷輸入 所以呢 這要跳出 請輸入成績 對 所以後面的話 我需要 Input 有沒有 所以Input 的話呢 Total Total先等於0 Total指的是 輸入 總加總次數 這個 然後 Score的成績 這個是變數 等一下會用到 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讓他不斷 不斷輸入成績的話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當然我可以 用 比較簡單的方法 你也可以把它改成 E冒號 不過假設我們今天 當什麼情況下會結束 就是當他是 負1的時候 所以這邊的話呢 我就是 給一個條件 如果他是負1的話 那如果假設啦 Input Go裡面 這個時候Input Go 輸入那個成績 假如我不是填負1的話 那就繼續輸入 如果我輸入負1的話 那就跳裡回圈 OK 大概是這樣子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接下來就是讓他輸入 Input 請輸入成績 我輸入85 OK 那85的話 轉換成int 就85 所以Inscore裡面就放85 那我85要怎麼存到這個list裡面 特別他現在裡面空的嘛 那我接下來呢 就是利用什麼呢 score這個list 裡面有個什麼呢 DN append 其實就點下去 你會發現 其實這邊也會出現 DN append 然後把什麼放進來呢 把這個 Inscore的成績 幫我放到裡面來 OK 他就會幫我append 那如果我輸入85的話 其實就是那個list裡面 就會多一個85 一筆資料喔 然後第二個再放進來 95 87 假設 通通填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跳裡 所以 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就一個一個的 當他已經全部填完 而且當我輸入-1 這個回圈就結束了 OK 然後print的話呢 這個時候呢 總共有幾位學生 特別注意喔 我這邊一樣是加個 person D啦 指的是 一個整數 後面的話呢 就是給他一個person 然後呢 把 什麼呢 總數 特別注意喔 總共我輸入 特別注意喔 總共有幾個 總共應該有123 可是為什麼-1呢 為什麼-1 看得出來嗎 其實特別注意喔 我們最後有沒有 Append 其實假如我今天輸入的是-1 -1的話呢 他一樣會放進來喔 他一樣會跑這個地方喔 所以一樣會把它放在list裡面喔 也就是說這裡面的話 最後齁 那個成績裡面的話 1 2 3 最後有多一個-1 那也就是說 你看到 他實際上我們雖然輸入三個字 最後是-1 可是 他最後會是 多一筆 紀錄是-1喔 OK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所以這裡的話 L1N 我把那個總長度 減掉1 把它顯示出來 就是總共會有三位學生 好啊這裡我想請各位先試一下 最後的話 再算出他的總分 那當然總分的話你怎麼加 其實跑個回圈嘛 for i 等於0 1 2 有沒有 這是3 所以 總長度一樣-1嘛 從0開始 分別把裡面的資料 特別要裡面的資料一定是中國阿虎 放0 就是第一個 加等於是 累加 累加 累加之後的話呢 就有個Total的值 那我再把這個Total的值怎麼樣 再把他輸出 就是總分 所以Total的值在這裡 另外平均的話就是Total 除以什麼呢 幾個人 一樣啊 總長度-1 這樣的話就有Average 然後呢 我就怎麼樣 用Print的出去 這個地方的話就是 總分 放進來 總分的話呢 268 的一個整數 因為我用Person D 表示是一個整數 那小數點我要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就是Person 點2f呢 值得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Average過來的東西 本來如果小數點可能很多位數 那我就取到小數點的第二位 所以出來的結果 就會長這樣子 OK 應該可以看懂這個程式吧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所以利用這個範例 主要就是第一個 如果你要使用 List的話 第一個喔 你要先宣告一個空的List給他 OK 第二個的話如果你要 把資料放進去呢 記得用點Append Append就是 把資料放進去 放進去 直到我輸入-1之後 負1之後的話 那就跳離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就是什麼 就是幾位學生嘛 因為我輸入最後是負1 那負1他也會Append進去 所以會多一個 負1這個空 不是成績的資料 所以必須把它減掉1 那我可以用那個 LEN 去看裡面 的陣列有幾個 OK 所以這部分請各位試一下 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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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